本台消息 9月1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南非约翰内斯堡火灾 向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致慰问殿 习近平表示 南非约翰内斯堡市移动建筑突发火灾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我请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罹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对罹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慰问 面对灾祸 中方始终同南非政府和人民坚定站在一起 相信在拉马福萨总统和南非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南非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困难